金玉系迷幻王子林佑嘉4號出席記者會 宣告4月15、16將在小巨蛋開唱 連續兩天將嘗試未表演過的新歌單 以及計畫邀請神秘嘉賓合作演出 希望可以給台北場的朋友 當然我們會有新家的一些歌單 因為其實這一年真的唱過好多的歌 然後我現在有好多歌都沒有在演唱會上面唱過 所以希望好好的挑戰一下 然後我們也會把軟硬體升級 希望可以有像王菲一樣的視覺饗宴 可以帶給大家這樣子 會邀請什麼樣的嘉賓一起嗎 其實目前有這個計畫 可是暫時先不要偷了 但是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日前在中國跨年完美演出 讓佑嘉被封為金玉系歌手 讓佑嘉表示各式各樣的稱讚都很開心 你覺得呢 我覺得一半一半 你一半一半 顏值高高的 然後氣質清新的 那不就是我 可是你現在一臉都不能喔 我是一臉 真的嗎 因為這邊燈太強了 總之就是各式各樣的稱讚 都會很開心啦 自他說好後 歌迷們除了獻上祝福 也希望趕快看到佑嘉早日完成終身大事 對此佑嘉有感地認為歌迷從少女到少父拎著孩子來看演唱會 讓他也特別精心設計橋段 自許是位貼心的歌手 然後我有發現有一些我的粉絲他們從少女來看這個演唱會 到後來他們來的時候都會帶小孩 對啊 所以我才故意在這個演唱會的橋段上面加入這個玩偶跟怪獸的 因為我是一個貼心的歌手 我不希望他們的小孩在我的場子裡面吵鬧 對啊 我帶我的小孩上台喔 對啊 哎呀 我還沒有規劃到這個 太快了啦 對啊 要一些時間才生得出來不是嗎 這一場來不及 所以你沒有在禁慾吧 你說 什麼啦 什麼啦 什麼 禁慾系 我正常 但我也沒有中慾 好嗎 誒 誒 好了 至於演唱會前 優佳會有什麼鍛鍊或準備呢 想不到優佳居然自己Cue合體李榮浩事件 就保持這個身心愉快啊 對啊 誒你們沒有問我那個李榮浩 我想講 好 講一下 李榮浩怎樣 沒有我跟榮浩是很 是 就我們是覺得寫那個文章在網上很好笑的 是為了博君一下 我們兩個都覺得很好笑 所以才是這樣子寫的 可是事實上我們沒有調柴對方喔 是我們在自拍的時候 然後拍拍我們就都覺得說 哎呀 很好笑 哪種都在笑 然後我後來就問他說 誒哥 你的表情是故意在逗我的嗎 然後榮浩他就這樣 哈哈哈哈 哈哈 呵 我眼睛就是這樣吧 哇 你又是新夢嗎 現在我已經不被這個身高沒有180度困擾了 拍拍拍倒 喔 我我也知道